中华美食具有悠久的历史,品味丰富,风格独特。 由古至今,许多美食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, 使中国各民族的传统美食得以百花期望,让人津津乐道。 众多美食之中,就有一种使用叶子包裹而成美食, 因为它的独特芳香而吸引了人们对它的垂涎, 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,粽子。 对,就是我哦。 粽子是中国汉族传统节庆食物之一。 我不但会在端午节时出现,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哦。 千百年来,在中国深受民众喜爱,且在亚洲各个角落都有传承。 没错,你们到处都能看到我。 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,战国时期,爱国诗人屈原投入蜜罗江,以身训国。 终于到我出城了,快来听听我的故事。 由于百姓们过于悲伤,为了避免鱼虾蚕食屈原身子,就纷纷乘坐小舟江敏梁投入江中。 为了不让鱼虾侵蚕伟人的尸首,我们决定牺牲自己。 太感动了,谢谢你们。 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,就有了龙舟净度和吃粽子的习俗,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 一定要感谢我们的伟人屈原,你们才能品尝到美味的我们哦。 由你们真好。 这一习俗绵延至今,已有两千多年。 为了让大家能够品尝粽子的美味,我们一定要将这个习俗传承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